槟城州政府想对未来几十年的交通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有一家私人机构在交通大蓝图当中就建议槟城政府建造一条泛岛大道Pan Island Link 同时建议槟城政府去填海填三个人造岛 然后把岛给卖了筹集资金以便落实有关的交通大蓝图计划 这些建议就引起一些槟岛居民的反对 他们今天跑到槟城州议会外去示威 大约三十名来自居民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 今天早上趁着槟州议会骤开时聚集在州议会外头示威 他们反对槟城新建第一泛岛大道 反对最新的槟州交通大蓝图 也反对州政府只照顾特定发展商的利益 他们表示发展公共交通才是长远之计 而不是建高速大道 No Highway No Highway Public Transport No Highway Transport No Highway Transport 其实昨天举行的槟城论坛 原本邀请所有国州市议员出席 让大家针对槟州交通大蓝图 与第一泛岛大道计划进行对话 但是最后所有的国州议员都没有出席 论坛的代表大师索旺 所以今天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见 针对居民反对 槟州首长曹关勇回应说 州政府相关部门会进行全面研究 要是没有获得社会 估计及环境相关单位的批准 或者不符合要求 那么州政府是不会进行有关计划的 Participle otro afternoon 我有支持 qun饼 请务大家变得赝 请订阅 拝联方 请認订阅 请订阅